最后生还者一代的PS5重制版 目前能买到的只有数字版 568港币 相当于500人民币 光盘版我问过商家 应该会在9月10号以后陆续到货 然后商家再给买家发货 光盘预购价格是468人民币 估计实际价格也差不多 作为小白玩家 到底该不该买这款神作呢 这个视频我帮大家分析分析 我们先说画面和帧率 这款游戏最早是在2013年 PS3上发布的 当时画面效果是720P 30帧 20年前了 后来又发布了PS4的重制版 算是高清重制版 分辨率是1080 60帧 我在当年玩的就是这个版本 我当时也是冲着这款游戏 才买的PS4 Slim 因为网上评价一片大好 看得心痒痒 再后来2020年2月份 又发布了最后生还者的二代 也是PS4版 它在PS5上可以实现4K 60帧 在PS4 Pro上 只有4K 30帧 最后就到现在了 2022年的9月2号 最后生还者一代 又出了一个PS5重制版 这个不是高清重制 这算是全新重制 画面全面升级 我举个例子 PS3和PS4 还有PS4 Pro的美墨一代 这几个版本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只不过PS4版清晰度 帧率变高了 PS5重制版就不一样了 它相当于重新刻了一套模具 截止到目前 最后生还者的全系列 是索尼PlayStation独占 不过应该过不了多久 这个新的PS5重制版 应该会登录PC 目前这款游戏 应该是PS5所有的游戏里面 从画面这个维度来看 第一不敢说 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玩皮狗开发的神秘海域系列 还有最后生还者系列 都是吃透了当年PS游戏机的硬件技能的 画面绝对是超水平发挥 并且为下一代主机留有余地 比如现在这个美墨一PS5重制版 它的画面模式只有4K30帧 如果想考4K60帧怎么办 那得靠下一代硬件了 视频背景播放的这些对比图片 在手机上看 看不出太多的区别 但是在27寸4K分辨率的显示器上看 区别还是挺大的 说完画面 下面说说这款游戏到底值不值得买 分几种情况 适合不同的群体 咱们先说小白玩家 如果你是从来没接触过这个系列的玩家 想玩或者想试试 如果你不在乎钱 直接买数字版 或者等几个月买光盘 这个光盘玩一个月可以卖掉 倒是亏不了几个钱 或者等两个月 或者等半年 买二手光盘 那时候价格会更便宜一些 如果还觉得贵 可以等上半年 一年两年 或者多等几年 应该会入库 下面说第二类人群 还是没玩过这款游戏 没玩过这个系列 但是特别想玩 但是他又在乎钱 不想花钱 但是他又着急 迫不及待的想玩这款游戏 那怎么办呢 直接去一档会员的精选集里面 领取下载这款最后生款者一代的 PS4重置版 这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因为PS4的重置版和PS5的重置版 剧情一模一样 配音操作都一样 主要是画面不一样 还有就是PS5手柄的适配 加载时间可能不一样 我还是举个例子吧 PS5版的美墨衣 相当于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 心地善良 温柔娴淑 就是彩礼有点高 50个W吧 PS4版的美墨衣 相当于 人也挺好的 心地也挺善良的 年轻时也很漂亮 只是现在岁数大了点 脸上有点皱纹了 但是人家不需要彩礼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 对了忘了一条 PS5版的手感好 PS4版的手感一般 不管怎么说 这两个版本 都比PS3版的 720P30帧强太多 PS3版的美墨衣 虽然当年年轻的时候 也很漂亮 但是现在岁数太大 估计到贴钱都没人要了 以上是没玩过 这款游戏的玩家 那已经玩过 这款游戏的同学 该怎么办呢 要不要买个PS5版 重温一遍呢 这个就不要问我了 问自己 问内心 你问我买不买啊 目前我是不打算买了 下面说说 我当时玩这款游戏的 经历和感受 美墨一代 PS4重制版 是我当时在PS4上 通关的第二款游戏 通关了啊 通关后 对这款游戏赞赏有加 下面说说缺点吧 给大家避避坑 个人感受 仅供参考 我开始对这款游戏 充满了期待 可是玩的一小部分剧情 就想放弃了 因为什么 太难了 我玩的还是最低难度 剧情模式 我觉得这个难呢 主要是三个方面 你们看看能不能接受 第一就是操作难 我是手三挡 美墨一代二代 操作其实差不多 手柄上的几乎所有按键 都给安排上了 在战斗的时候 容易手忙脚断 越紧张 越想不起来该按哪个 比如怎么切换枪 那把枪没子弹了 怎么切换另一把 还有就是明明有三个血包 你快没写的时候 忘了按哪个键加血 我的解决办法是 这款游戏玩起来就别搁下 尽量一气打通关 如果你要是停上个十天半个月 回来再玩这款游戏 那还得重新熟悉建卫 学习成本太高了 第二难是弹药资源太少了 敌人数量太多 太强大 一不留神就被围攻了 各种死法非常影响心情 这样就没有成就感 就不想再玩了 容易放弃 我的解决办法是多练习 尽量少战斗 多搜刮物资 节约子弹 另外他那个小刀片 还有棍子棒子 都是有寿命的 第三难是玩的太憋屈了 玩这两款游戏不能放飞自我 不能大开杀戒 走路总得小心翼翼的 如履薄冰 另外升级装备需要零件 这个零件太少了 给的抠不缩缩的 升级的手枪就不能升步枪 其实上面说的症状 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等你熟悉了剧情 熟悉了操作 也熟悉了敌人的习性 就好打了 因为到后期装备也好了 最后跟割草游戏也差不多了 另外这款游戏 它有自动降低难度的设定 比如在同一个场景 死了两次 敌人的数量就会减少 另外敌人的AI也会降低 如果你不知道该去哪 系统还会给你提示 让你去哪 让玩家在体验的时候 比较顺化 小结一下 如果你没玩过这款游戏 强烈建议你通关一次 PS4版 PS5版都可以 在视频的最后 说说玩这款游戏的注意事项 以及我用的这台显示器 美墨1和美墨2 游戏画面都很暗 室内场景比较多 室内也没有灯光更暗 容易看不清敌人 我建议大家适当的调高亮度 在游戏设置选项里可以调 根据实际情况调高一两档就行了 你使用的电视或者显示器 如果有HDR的尽量都打开 美墨1的PS4版和PS5版 还有美墨2都提供了HDR模式 我玩游戏用的显示器 是明基的EW2880U 这个显示器 它的黑暗场景的色彩和亮度 表现都不错 简单的说 该黑的地方黑 该亮的地方亮 我有两台显示器 都是27英寸4K的分辨率 明基这款显示器 作为我办公的副屏 玩PS5游戏的主屏 因为经常需要切换视频源 这个显示器 它带了一个小遥控器 切换很方便 而且切换等待时间很短 速度很快 EW2880U显示器 好像是去年10月份才上市的 这台显示器各方面体验都不错 特别是游戏的表现 色彩调校 画面看起来很舒服 显示器自带的扬声器 效果也不错 我可以不用来回的切换音箱了 以上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参考帮助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